梦想家惹来争议就在盛智人请辞获准后 服务院把话越说越明白 两个晚上演出的这样一个梦想家 耗费超过两亿元 的确我心里觉得有点舍不得 不只吴敦义认为钱花太多 马总统接受电视专访也谈到 梦想家花太多钱影响观感 更进一步暗示任何阁员犯错都可能被撤换 服务院从捍卫立场到现在口径一致都不挺盛智人 明确想设下政治庭审点 他做这整件事情他实际拿了120万 我觉得说如果这样子叫徒利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就不知道说 还有以后还有什么人愿意来做 任何的这个政府的案子 搞到这种超家灭族式的抹黑 这种污蔑抹黑的政治文化 其实是让我们觉得很心痛 回顾梦想家争议爆发后 甚至然从自清到反击 甚至投书媒体自问蔡英文 如今闪电寝辞却没有平息争议 这个是在弃居宝帅嘛 牺牲掉一个圣志人不算什么 总之这个火不能继续烧到吴敦义 不能继续烧到马英九 所以圣志人只是这一次的这个文化风暴里面的一个棋子 圣志人说超家灭族 对是超家灭族 超什么家超梦想家 灭什么族灭贪婪一族 连异文件人士也跳出来重炮批评 梦想家争议 想借由圣志人下台止血 只怕为时一万 三菱新闻完全白桥英台北通报道 现在就是我们对对台北管 我们现在是八月以前的 一天天的封筹 我们现在是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是十分之一 和封职在以及一年 十分之一 直到封职